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 《名外嘉年報》中心 奪到很多十多歲年輕人的查詢或求助 他們說和一些人剛剛認識 但又不是很熟悉的人發生性行為 他們雖然是自願 但事後又感到很後悔、迷惘 導致出現性創傷的徵狀 更有些少女因此懷孕 不知所措地向社工求助 傳媒稱這種極速結識、極速發生性行為的行為 叫做Friend前性行為 現今互聯網發達 加速在網上結識陌生人的機會 令我想起現在參與 私影和援交的年輕人 有少女因為接受網上影識的攝影師 要約拍攝私影 而被非禮或威脅的個案不斷增加 究竟私影潛坐了什麼色情陷阱呢? 又有少女因為被金錢利誘或其他原因 而與網上結識的陌生人進行援交邁淫 究竟年輕人如何為自己設下底線 保護自己身體呢? 暑假快來了 年輕人又如何度過一個安全、健康和有意義的假期呢? 以下會有資深外展社工吳巧華姑娘 透過這個機會讓大家對私影、援交 以及網上交友有更多的認識 學習保護自己 我們就不如聽聽她的分享吧 各位年輕人你們好 暑假快到了 我知道在網上無論是Facebook、論壇 你們都會收到很多資訊叫你們去賺錢 近年有很多資訊會令我們很擔心 例如會叫你們去拍私影 會叫你們去做Nemo等等 會給你們幾百元甚至乎幾千元 我們試過聽說那些年輕人會收到錢之後 會做一些拿路的鏡頭 或者叫你們解一顆鈕去拍照等等 這些我們要小心 希望大家會記得你們的身體是有價的 我們賺錢有很多方法 暑假亦有很多健康的方法可以過的 例如你可以想想參加不同的活動 有年輕人約一群朋友去游泳 有些年輕人參加社區中心不同的活動 例如去露營、行山等等 這些方法都是比較健康的 我們有些年輕人曾經陷入那些陷阱 拍了這些照片之後就很後悔 又被人放了上網 亦都受到很多的抨擊 令自己情緒很低落和不開心 如果你知道有這些朋友受害的話 都記住跟身邊相信的人去說 又或者有些年輕人會因為這樣 而遇到不同的援交的機會 在網上實在太多太多這些機會 是邀請大家去做一些援交的事情 去賺快錢 其實這些看到的一個步驟是逐步逐步來的 例如你已經習慣了用私影的方法 去賺錢 很快去拍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你就賺到幾萬元 然後你就會走入一個 去賺更多快錢的機會 例如就是援交 那些人都在網上哄你去 也有年輕人做了援交之後 是非常後悔的 後悔的情況就是他不敢再提這件事 之後也是很沒面見人 也都不敢跟將來的男朋友去交代 所以在這些情況大家要小心 我們要更加愛惜自己的身體 每一次想起要賺錢的時候 都要想想想愛你的人 例如你的父母 例如你的師長等等 在網上有很多交友的平台 例如Facebook、MSN、論壇 我聽過很多年輕人說 在上面認識到很多不同的人 也有年輕人很想很想在網上認識人 而周圍去Add人 有些年輕人跟我說過 Facebook上面有二百多個朋友 但他真的認識的話都不過十個 在裡面有很多危機在 我們試過有些年輕人被朋友約出來 約了出來的時候才發現 對方其實只是想跟他發生性行為 這些是很危險的 有些同學又不會小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單獨跟他去一些不同的地方 例如是對方家 不對方的一些單獨跟朋友一起的地方 但沒有自己的朋友在 其實這些都很危險的 另一方面就是一些吸毒派對 有些年輕人被人約出來之後 才發現原來是有免費的毒品可以吃 如果你們好奇心是很大 又或者想試的話 其實就已經開始第一次吸食毒品的經驗了 入了這個圈之後就很難出來 所以希望大家在暑假認識朋友的時候 在網上認識 只認識自己認識的同學已經夠了 不需要認識陌生的朋友 在網上認識朋友的時候 我們就不知道大家在網上認識到 然後就知道所有人都會不會 他們對我為了 這件事情的人都會不會 公司全部都會 loop 最終身的環境 你應該會有反ell